皇帝王 赞 这本书代表了整个路高的产业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 这本书对相差项来讲 我们觉得对地方的产业各方面都有非常好的贡献 申请创作资料无限三年前由北部来到六国路由 对六国这个顺便农村社区沉沉入买 虽然一定记六国在岸专业入社区以后 已经对六国社区的三业人文和民情有沉上的体验 因此 决定出录记录这所有的一切 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应该要替他们留下一些记录 然后我和这边的人相处 我觉得他们很纯厚 很认真 可是没有人为他们留下任何的东西 所以这是我当初想要写这本书的原创力 跟一般乡土文学创作不同的是 这本作料不仅是用记录方式来写 以后社区的人 创业 文化 先为找来的主角由社区自己来讲故事 在我书里面他们是真正的主角 我只是一个记录者 这本书 纯粹只是一个社区的记录 事实上呢 是他们让我有这个机会 来做这个记录的 新册发表毁上 刚好一天台学生来这里进行华华教学 学生透过这本书 从六国有了职报的认识 就算是还没真正到社区接受 感受也是相当不一样 我觉得这边就特别温馨 就是一群人一起要做一件事情 然后就是有很多情感的因素 就是想要来这里玩 有兴趣的里面有很多 就他们发展过程的那种小故事 然后都可以参考一下 六国的公邸团企 只有念过他们的公邸才知道有多赞 六国的産业子美 没有亲密接受 没有那么多拿回 六国的人问 第二方正 竟然有时多探访过 才能冲剧提灰 祝家所下的六国团企 才在等你来发觉 接下来王朝成彩虹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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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